在南方有一种很有名气的食品,尤其是湖南、海南、广东、台湾等地,上至90岁的老人、下至4、5岁的孩童几乎都吃过,那就是槟榔。 在有些地区,槟榔甚至取代烟,成为一种社交手段,结交新朋友,互相让一刻,在饭局上吃饭时互相分享,可以说吃槟榔的人随处可见。 槟榔是一种很特殊的网红食品,这几年随着广告的宣传,更多人开始加入了咀嚼大军。 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,爱它的人被它迷得神魂颠倒,一天下来没有几十颗都受不了,而不喜欢槟榔的人则十分抵触,尤其受不了那种窒息的感觉。 但让人诧异的是,这种小小的槟榔竟然能让人致癌。 很多人好奇,槟榔真的有这么大危害吗? 在很多人看来,槟榔是有一定的危害,但却可以避免。 他们认为熟槟榔可以吃,就是商店货架上销售的那种,而生槟榔危害很大,里面的核才是致癌的主要成分。 除此之外,吃槟榔还有别的好处,可以提神。 在路上开车时,如果感到瞌睡,嘴里嚼一个,瞬间清醒,再也不瞌睡。 也有网友认为,槟榔致癌是假的,自己身边有很多人在吃,也没见一个人得了口腔癌。 但也有反对者针锋相对,吃槟榔是有几率患癌。 要是肯定患癌,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。 不少人认为,吃槟榔确实能提神,但长时间对牙齿没好处,容易发生牙龈出血,嘴里很容易得口腔溃疡,另外就是空腹吃,对胃也没好处。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,槟榔还是该戒掉。 前不久,湖南槟榔食品行业协会发出声明,以后禁止在任何场合宣传槟榔广告。 此消息一出,网络出现很大正义。 槟榔致癌的话题再次被热议,除了支持反对的声音,还有一种中立派。 他们认为槟榔会致癌,这是量的问题,就像吃烧烤也致癌。 但并不是天天吃,那就没事,槟榔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还有一种网友支持环境说法,湖南海南人天天吃槟榔就没事,这是跟他们生活环境有关。 就像四川人天天吃辣椒补上火一样,总之关于槟榔危害性的说法,其实很多人都认可。 但就是挡不住心中的瘾,关于此现象,你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